Hello,Sawaddy,Kaku,我是12max 之前在泰国旅游业 巅峰的时候呀,出现了很多网红,比如说什么曼谷的水果西施啊之类的 还有期迈的什么粪粪粪粥饭 啊,这些网红都是因为游客而去火的,也因为游客而 发了大财,对吧,生意爆满 走吧,我去看看今天这个网红老板究竟在不在 也是到了饭点了,该出来买点吃的了 这是在古城北边啊 看到吧,那边之前我们 水灯节也是一个场景之一 前面就是 摆摊的 说实话,现在不管是任何一个地方,摊位都缩水了不少 有一些是真的没有办法去坚持 而且摊位太多的话 没有那么多客人嘛 你看现在这边 之前我记得水灯节的时候我来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会比较热闹 人也很多 现在没什么人 哇,好香啊 这是什么东西 哦,猪肉粥啊 这个也是挺绝的一个 不过晚上 算了 一份二十五猪 可以去挑的 哎呀 哎呀,这个炸猪肉 哇,老板这个好香啊,感觉 好想吃啊 这个 那在任何一个市场 最常见的芒果糯米饭啊 也是大家 最熟悉的 泰菜 呃,泰式特色之一了吧 中间空了这么大的一片地方 哎呀 真的是没人 走 我们 看看满家什么吃的会比较好一些 这是 一些 泰式炒菜之类的啊 以前我记得这里有很多那种海鲜 我现在说实话我都不敢去 点了一斤 因为 以前人力量多的时候海鲜会 比较新鲜嘛,你们懂得吧,对吧 好,从这边走吧 就像这里一边,靠近路边都是汤尾 右边你可以坐着去用餐的啊 我要去吃一个凤飞飞 点一个凤飞飞吧,然后买点东西回家吃 哎,这个肠 看着 哦,我吃一个这个肠吧 咱们 喝 母 吃吗 猪肉肠 OK 你喝一碎吧,吃吗 其实也不贵啊 现在这个 你看一二十株这个肠这么大这么粗 哦 好 这个钱负一股啊,还是有钱的,不多 天上就 二百来猪 好 好 谢谢 谢谢 口碰 前面这里是炸鸡 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油炸类的一文就很容易犯恶心 沙拉包 泰国的包子腾甜的 哎呀 倒了这个凤飞飞猪脚饭了啊 看看这个老板究竟在不在 买点 哦 老板现在不在了啊 这个老板当时那么火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哦,散了吧 那就买点东西吧 你好 你好 一百块钱呢 我听得听得懂中文是吧 对 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是吧,没关系也很好了 要不要米饭 啊 米饭不要 要肥一点的 哎呀,不对 瘦一点的 啊 那个老板不在是吧 老板去哪里了 啊 哦 去曼谷了呀 现在 没有 没有 路卡红金 下来 嗯 还是希望来旅游的啊 我只要了,哎我刚才点了吧,点了啊,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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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东西卡,我哪看 卡卡卡卡 哇一百株啊一百株啊,去我的一百株又没了 哎 谢谢 口风卡 哎呀就 就剩下一百多株了,这怎么花 省着省着点花吧 你看现在这里大部分做的都是 是当地人为主 然后呢,以前这里这个纷飞飞气不常是游客排队在买 真的每天都是这样的 这里这个酒店也是 好像有人 就是那这一排都有要出卖的 出售的 但是 看的好像是破落是不是 加那个电线杆子啊 哎呀,这个油锅 炸啥的 这里好像是泰式炒果条 啊,对 是的 还有炒饭啊什么的 我看他也有什么其他的能吃的吗 桌子上也没有几个 现在这个点,这是饭点嘛 就周边的人过来去吃一吃 而且这里主要是有个问题 不好停车 哦,水果 这是 新鲜的椰子啊 这一个是多少钱来的 马桃 我看看多少钱啊 哦,每个是20株 三个50株啊 现在这些真的就是 好便宜啊 这一家 是做什么的 怎么这么多人啊 感觉好像很多人的样子 这是 哦 类似于这种泰式的 小砂锅那种啊 你看那种 就跟我们麻辣烫有点像 里面有蔬菜有肉啊什么 然后放一块煮吗 泰国人还是喜欢这个比较多一些 你看 这里好多人 所以为什么很多泰式的 母哥塔 其实那种 小火锅会比较火 就是有原因的 这里 做满了很多年轻人 油条 哎呀 油条现在是遍地都是啊 应该也是从朝山那边过来的吧 嗯 哦,那边就没有了 烤鸭开的也不错 这个烤鸭 我还是喜欢吃个别的 过去再看看别的吧 这个都太油了 这主要是给琪琪打包的 然后 我再吃个什么其他的 算了吧 我们回去 往那边走一走 看看别的吧 好吧 啊,这里是刷口啊 基本上都是 十猪左右 买十个送一个 比较特殊一点的就 二十猪 哦 我还可以改呢 我刚才跟这个老板点了一份 泰式炒果条 然后那个 是 鸡肉的 不要瞎的 这下面都是餐厅吗 有一些是啊 自己的餐厅 然后这边摆一个蒙面 我记得这里上厕所是要钱的啊 50猪好像是 这样的一个价钱 那前面还有一个 7 哎 想吃猪脚饭的这个桌子上 都会放这个 小青椒啊 小辣椒还有蒜 都是以前的绝配 我记得他们这些还能配炒菜 现在炒菜都没有了 直接就是卖猪脚饭了 价格也降低了 哇 这个老板 我要去看我的 这是在炒我的吗 不是吧 你看看 看着好像很嗲的样子呀 哇 这个电锅电的啊 那现在挨到我的泰式超过桥了啊 哇 他这个原来是直接把这个蛋打完之后 浇在这个锅里啊 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想吃的欲啊 想吃的扣个一杯 好不好 然后这样就好了吗 哦 这就结束了 习惯了大鱼大肉啊 简简单单单的吃一餐也挺好的对吧 那是嘻嘻的肉肉 我就吃这个就OK了 来 加点这个辣椒啊 然后把这个柠檬挤进去 这次我就不放这个生豆芽了 因为我最近好像不太舒服 就吃点这个韭菜就行了啊 还有黄瓜 哎呀 哎呀 嗯 吃糖不吃吧 嗯 嗯 它里面有那个菜式的香菜 还有那个肉 它再来点那个什么米吧 米 好吃这个 看里面是那个金黄 有点金黄色 哎呀吃腻了那个肠 吃个韭菜 来吃这个 嗯 还行 我觉得吧 它这个 菜式炒果条 最好吃的那个 就是有那种老鼠意的 老奶奶老爷爷 他们做的会非常棒 古城内有一家 改天有机会我去试一试吧 嗯 嗯 吃吃吃好了 就差喝点东西吧 喝酒就免贪了啊 哎呀 现在就是凉快呀 这这么冷了 天都变了 还这么足的空调 啊 我说实话 但是这里的饮料 我是真喝不了 可乐呀 什么 都很甜 嗯 我给大家看一看 我平常喝的是什么 我觉得 你们来到泰国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就这个 这个水呢 有一点什么虾毛草的味道 还是什么 我经常喝这个 基本上是重进水了 一瓶水十七株 买了 我们就保保回家 幸亏啊在三瓶里去买了个水 为啥呢 我买水的时候看到自己掏的这个现金 忽然觉得自己没买单啊 赶紧去吧 我丢人死了 我去 哈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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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一餐 刚刚就花了四十猪马 但是咱们不说别的 如果是我带朋友来吃的话 可能就负责这个价钱了 我没有算齐气的啊 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在千万的生活消费 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之前都是带朋友来这边去玩啊 去旅游啊 消费是真高 也说请客吃饭啊 什么所以说一个人的生活和两个人 三个人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那些爱好交友的对吧 吃个饭再去喝个什么东西 一下子这个消费就拉起来了 那还有一个 其实像这些网红店 网红地摊 都是拼了命的之前在博眼球 包括老板穿的很性感啊 还有之前泰国这边新闻报出来 亲爱有一个女老板 里面什么都没有穿 就穿了一个 类似于外套的一个薄薄的一个东西 就这样泰国人开摩托车看呆了 然后出车祸了 被有关部门给叫停了 那这样的事情很多啊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生意吧 你说难做吗 也好做 为什么也有爆火的对不对 也有说照样现在疫情之下 餐地生意好的不行的嘞 也有啊 我之前吃的那个太北菜不就是这样吗 对不对 那还有人说 今天也是有一个视频观众给我发微信说 呃 麦克斯你为什么不考虑考虑在这边去抄底呢 所以我也没那个钱啊 还有一个 我不认为现在就是说什么 低价买买买是一件好事情 有些时候吧 擦亮自己的眼睛 真的不管是买任何东西也好 还是跟任何人打交道也好 哎呀一言难尽啊 我这两天的视频可能 类似于吐槽大会吧 好了那记得关注点赞啊 我是沙尔麦克斯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